当爱情遇见真爱的时候,迅速生长让单身的人们得到了爱情的甜蜜,我们为了爱情不断的付出努力,希望自己的感情可以得到更多的惊喜。 我们单身久了,渐渐觉得一个决心的人很难得,或许外在的一些东西都已经不是那么在乎了,只是希望遇见一个令自己心动的人。 11月的来到,爱情之白夜梦,下面三个星座的人桃花缓缓起来,那么一起来揭晓他们是谁吧? 金牛座,金牛座在爱情里有更多的可能,他们对爱情的幻想存在于自己的心底深处,或许他们还是有些羞于表达自己的想法。 但是这次爱情之白夜梦,桃花来得也及时,填补了金牛座的空窗期,给了他们在爱情里很多的希望,桃花香味自散,爱情异常的甜蜜。 摩羯座,摩羯座在生活里有很多的想法,他们需要一个很稳定的恋爱氛围。 那些只为一时幸福,不考虑长久的人,根本就不是摩羯座的喜欢类型。 11月的到来,摩羯座的桃花缓缓到来,爱情之树长得枝白夜梦,摩羯座对未来充满了细心,你身边多了一个能陪你到老的人。 双子座,双子座在感情里更多需要对方的疼爱,他们有时就像个孩子一样,等着对方来关心自己。 双子座是一个对爱情充满了想象的人,也会调节爱情里的平淡期。 11月到来了,对于双子座的爱情有了很大的好消息,爱情之花喧烂夺目,桃花缓缓到来,给了双子座坚实的依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